如果太大雪的話 SFU是會封山的 封山代表著什麼? 就是不用考試 Hello 大家好 我是Bonnie 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如果要去大學或高校的時候 有什麼小提示 上次就留到最後一個是後續的 最後我就選擇重拍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超級超級超級實用的東西 方便你在大學或高校的時候 去幫助我們 所以我覺得越清楚是越好的 我以下所說的都是會在SFU讀書的學生 因為始終我也是在SFU讀書 這個是我用過 我自己實際經歷過的東西 我跟大家分享都會得心應手一些 如果是其他學校的話 我相信他們也有他們的APP 直接跳進去 究竟我說什麼是這麼重要的呢? 我就是要介紹三個APP給大家 一個叫SFU SNAP 一個叫STUDENT 一個叫SFU SFU這個APP 比起其他兩個 這個其實真的沒什麼用處 好 那我們出去吧 STUDENT這個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改了名字 以前我叫做Canvas 咦?它不可以進去? 可以不可以進去? OK 咦? 你還看到我以前做過的課 這個就是老師擺放的 course material 你的分數 這樣全部都會在這個Canvas裡面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這個就是我以前的STAT 450 它就有Announcement 你看過以前所有的Announcement 之後是我的Assignment 有Assignment Mid Term 之後有Discussion 就是說如果你在這一課裡面有任何的Discussion 那老師會在那裡Po 或者有同學會在那裡Po 大家去回應、討論一下 那就是有Grade 然後就有Files Files就是Prof會放在所有的Material上 那你按進去就看到Assignment for 有什麼Assignment要做 那之後呢 Files之後就是Syllabus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一個Course Outline 那你知道在學什麼啦 我的Syllabus已經被刪除了 OK 那就沒得看啦 那這個Canvas 它叫做Student 現在這個App 最主要就是那些Course Prof全部都會放在這個網上 譬如你要網上交Assignment 那就是透過這個Canvas 它去完成這些東西的 那所以如果你download了這個App 你就可以隨時隨地 知道那個Prof有沒有更新東西 有沒有放新的File 新的Assignment Due Date有沒有改變 又或者是你分數Po的出來 這個App我自己覺得是很有用的 好 那除了Student這個App之外 另外一個App就叫做SFUSnap 那我自己覺得這個有什麼好用呢 第一就是在Today那欄 就會寫完給你聽 你今天有什麼科 課室在哪裡 老師在哪裡 Tutorial都會寫完時間在上面 那我自己覺得是很方便的 因為通常第一、二個星期 你其實還沒記得很清楚 究竟你的班房在哪裡 那你有手機 有這個App就很方便 你可以看完你自己的Course 你可以看完自己 報了哪一班 在哪裏要上課 第二 它就有Busses 那就是你搭巴士的時候 巴士路線 巴士Schedule 那你也可以在這裡找到 但我其實自己不是很喜歡用這個的 我通常都是就這樣上網去找Translink 然後自己找那個巴士是多少 多少點會有巴士 我覺得那個是最準確的 好 那下面就叫我一欄 有寫著Courses Courses其實就告訴你 你有什麼Course 上幾點 班房在哪裡 還有你什麼時候有考試的 Final Exam的那個時間 第二個就是Transit 就是你按進去之後 你可以看到有什麼巴士 可以讓你找到 那第三個 這個是最最最最好的功能 我自己很喜歡 就叫做Room Finder Room Finder就可以讓你看到整個Campus的Map 然後你在搜尋那裡 你打那個班房的號碼 你就可以找到那個課室在哪裡 它真的很方便 因為SFU是有三個Campus Vancouver一個 Burnaby一個 Suri一個 所以其實 你很難真的熟悉整個Campus 或者知道它的班房在哪裡 所以唯有就是靠Room Finder告訴你 我自己覺得最有用的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第一天上學 你不知道班房在哪裡 找不到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Room Finder 第二個用途就是 考試之前 你要先檢查自己的班房在哪裡 因為考試的班房 一定跟你以前上課的班房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到時候 去到那一天那一刻 譬如你在趕去那裡的時候 你其實不知道那間房在哪裡 你還沒去過 那怎麼辦呢 你又找不到 找不到就會遲到了 考試 我有一兩個朋友 包括我自己在內 不要說朋友 我都曾經試過 因為不知道那個班房在哪裡 而考試遲到的 遲到不要緊 但是遲到的損失是你自己 因為你損失了幾分鐘的時間 你不能快點去做卷 那如果到最後真的不夠時間做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個Room Finder的App 最最最最最最厲害之處 就是在考試 你找不到那個班房在哪裡 它可以救你一命 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歡這個App 之後另外就有一個是Library的App 它就告訴你Library開多久 平日Library是開到11點的 我記得是 但是在考試期間 就是這段時間 它就開24小時的 但是就是Burnaby的Campus 我想Surry和Vancouver的Campus 都有不同的Hours 你也可以在這個App那裡看到的 之後呢 另外還有就是Parking 它就是如果你是會開車的話 你可以知道哪裡有得泊車 Contact 那就是說你有Emergency的時候 你可以找誰 那另外一題就是 有一個電話是for safe walk的 那就是譬如你自己覺得你被跟蹤了 或者你覺得太晚了 那就可以打這個電話 那就可以有Security 來陪你一起走到一個某個地方 那之後有Dining 那就告訴你 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吃東西 那你可以找到所有的餐廳 然後有News News就告訴你SFU發生什麼事 Condition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考試的時候和冬天的時候 都是特別需要留意著它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太大雪的話 SFU是會封山的 那封山代表著什麼 就是不用考試 我試過一次是要封山的 但是它封山的時候 就是在我考完試的時候 它才封山 是真的好慘 因為大家在巴士站那裡 那個打蛇餅是真的超厲害的 那大家都等著要坐巴士下山 因為大雪有封山 所以其實巴士很少很少會上到 那一上到 大家都會盡量迫入那間巴士裡面 就好像你看那個明日之後 大家是不理人的 人推人 不管了 有誰跌倒也不管 因為就是要趕上那班巴士 大家就是想自己走 所以是很恐怖的 不過呢 如果這麼幸運 你還在家裡的話 如果你不知道是否封山的話 其實你透過這個APP 它寫著Campus Condition 你可以檢查一下 究竟那天是否封山 不要說考試 其實就算是上學也是 如果太危險的話 有時候那個課程也會被cancel 好 那這個APP 我就分享完給大家了 那所以 大家如果是會去SFL讀書 希望以上的資料可以幫到你 如果你是去其他學院或者是學校讀書的話 我相信他們一定有他們的APP 還有有以上類似的東西 是在APP上面可以給你找到的 嗯 如果你是要來溫哥華讀書的話 我都希望你加油加油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手指公喔 如果你想看我其他影片 記得按Subscribe Subscribe這個Channel 還有還有如果你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分享給朋友 我們下次再見吧 Bye 我們下次見